女人从身后一扳手砸在丈夫的头上 丈夫一脸不解地看着她 为了让丈夫死得更彻底 她又拿起扳手使劲地砸了十几下 这才心满意足地笑了 阿珍和阿伟是一对模范夫妻 每到结婚纪念日 阿伟都会送阿珍一束鲜花 每天下班后从来不鬼混 都会回家陪着阿珍 可是这样的感情让阿珍透不过起来 阿珍厌倦了两人之间的感情 就连轻微的身体接触都感到厌恶 更不用说阿伟睡觉还打着呼噜 这一切让阿珍忍无可忍 她举起扳手将阿伟杀害 之后阿珍和闺蜜出去吃完饭 制造不在场证据 然后订好闹钟 假装阿伟打电话给她 等回到家时 阿珍还在门口练习 看见阿伟尸体时怎样发出尖叫声 等阿珍回到家打开灯 她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原本躺在地上的尸体不见了 阿珍不可置信地跑过去 难道这是诈尸了吗 就在这时 一只手搭在了阿珍的肩膀上 阿珍回头一看 阿伟竟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她面前 阿珍被吓得发出尖叫 阿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只记得自己的头被水砸了一下 晚上睡觉时 阿伟还是通往常一样发出呼噜声 而且她的体温也是正常的 阿珍以为是自己下手太轻了 于是她下定决心再弄死她一次 这天晚上 阿珍在汤里下了蒙汗药 等阿伟喝下去后 阿珍来到阿伟的身后 拿出电线死死勒住她的脖子 这个女人白天刚把丈夫杀死 可是到了晚上 丈夫又完好无损地站在她面前 于是女人又在汤里下了蒙汗药 她来到丈夫的身后 用电线将丈夫活活勒死 随后阿珍来到荒郊野地挖了个土坑 一脚将丈夫踢进了土坑里 然后用土埋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 阿珍疯狂地去商场购物 来庆祝自己摆脱这场婚姻 可是等她回到家 丈夫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她面前 阿珍不敢置信地看着丈夫 晚上她来到埋尸地 发现丈夫的尸体真的不见了 难道自己的丈夫拥有不死之身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阿珍回到家 她拿起十米长的菜刀 对着睡梦中的丈夫 连捅了9999刀 然后将它分成9981块 打包扔进了土坑里 再在坑里倒是不要钱的汽油 点燃后将它烧成灰 这下阿珍认为万无一失了 回家后 阿珍筋疲力尽地躺在椅子上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一家叫未来生命的保险公司打来的 难道丈夫的再生跟这家公司有关 于是阿珍来到这家公司 原来自己的丈夫购买了再生保险 只要被保险人发生意外 培育克隆人后 再将记忆输入到克隆人 从而达到复活的目的 而丈夫为了能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这才购买了这份高昂的保险 阿珍想起自己和丈夫的点点滴滴 内心无比的愧疚 等阿伟重新复活回来 阿珍紧紧地抱住了阿伟 她向阿伟表示 自己以后会做个好妻子 就在这时 阿伟收到一封短信 她的脸色大便 女人每天都会把自己的丈夫杀死 有时候用管钱敲死 有时候在晚上用菜刀捅死 还有时候在汤里下忙焊药 在身后用电线把它勒死 然后将丈夫大卸八块扔进土坑 倒上不要钱的汽油将它烧成灰 可是到了第二天 丈夫都完好无损站在她面前 原来丈夫购买了 未来生命的高额保险 只要意外身亡 她可以一直复活 阿珍看着两人的合照 想起了和丈夫的点点滴滴 她准备要做个好妻子 可是这天丈夫收到匿名短信 看完短信后她脸色大便 她气愤地站起身 将手机递给阿珍 原来照片上 阿珍亲密地挽了一个男人 她连忙向丈夫解释 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 可是阿伟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死死地掐住了阿珍的脖子 一个小时后 阿珍终于没了呼吸 阿伟这才反应过来 她抱着阿珍痛苦流泪 接着拿起身边的大刀 自我了解 阿伟的葬礼上 一个黑衣女人走向前 原来阿珍没有死 这一切都是阿珍精心策划 是她找人跟踪拍照 然后再发给自己丈夫 让丈夫杀死自己 因为她知道丈夫对自己的感情 肯定会为此自杀 而且她也向未来生命购买了保险 因为她了解到 只要意外死亡就会被复活 但是如果是自杀是不理赔的 阿珍成功地送走了丈夫 继承了她的遗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不爱就别伤害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